来做若干的处置 我们继续带用来关注到 确实毒奶粉毒奶精的事件 在国内会成为另外一场 有没有可能是政治风暴 在考验着马英九政府团队 危机处理的能力 我们带用来关注到的是 行政院长刘兆玄 今天出席了一项颁奖活动 看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也就是天主教的书记主教 这个善国喜善主教 不晓得是不是最近心理压力太大了 还是有感而发 在致辞时情绪很激动 一度还给燕严找范类 百忙之中颁奖给书记主教善国喜 刘院长自诚一开口 前头万绪涌上心头 因为这个印象 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 所以天道那个 天道主教这个身体有问题以后 我一直想去看他 但是大家就想有没有很好的机会 关心善国喜癌症病情 刘兆玄哽到差点说不出话 眼角泪光长不出心疼 只是还有麻烦让他更头疼 好没有人啊 注意一下 一路追一路问 剪不断理还乱的毒奶问题 刘兆玄索性闭口不谈 当时马总统出面 试图配一帖预防药方 我们必须要对大陆有关食品安全 跟消费者保护的机制 所有了解 并且建立热线联合的管道 才不会在第一时间 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资讯 接通两岸热线 就判毒奶风波下不为例 只是现阶段除了预防 怎么亡羊补牢 恐怕是更急迫的特效药 TPP新闻 李国正 徐国民 徐甫 台北报道